说到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价值观 民主党正在全面失控当中 他们的观点太奇怪了 根本没有办法被大众接受 这个11月 共和党可能大赢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没办法拯救的境界了 他们看事情的观点 没办法跟现实符合 他们的政策彻底的失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自己被骗了 你去问那些玩股票的民主党人就好 我大概已经有认识三个 在玩股票的人 2020年的时候 说什么拜登多好多棒 说我右派法西斯 他们相信拜登的经济政策 的股票分析师 然后这三个 已经赔太多钱 然后老婆跟他们离婚了 请帮他们祷告 although they kind of voted themselves into this well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各个层面 边境 非法移民 治安 经济 油价 各方面的民主党 没办法给你任何答案 上个星期 大概是史上最丢脸的一次白宫记者会 我们的 Karen Jean Perry Green Jean Perry 大概是史上有最困难的工作 我不觉得任何人可以胜任 他被问到我们的油价 因为油价要降价的时候 他跟所有那些民主党的人 出来赞颂拜登 敬仰拜登 说他真的是个神人 在这战乱的时刻 竟然愿意使用我们的战略 储备使用来不只是救美国人 而是全世界的人 诺贝尔和平奖 能源奖 医疗奖 发明奖 都应该被拜登一个人包了才对 那现在油价又变成7块的时候 谢谢Karen 你已经说了 The president was responsible for gas prices coming down Is the president responsible for gas prices going up? So it's a lot more nuance than that, right? Peter, you know this There have been global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all have dealt with when I say all meaning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have dealt with since the pandemic There's been pandemic and there's been Putin's war and Putin's war has increased gas prices We have seen tha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你懂的啊 Peter Ducey 好事发生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党 主席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 当烂事发生的时候 就都是非常细节的 非常复杂的 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怜了 每天要自己骗自己 每天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在学术界的时候 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东西 很多教授专家 被问到他们没办法回答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这件事情不能这么看 没有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单纯 其实里面的细节是非常复杂的 It's very complicated 整件事情是很多层面 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造成的 不能以这个宏观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 但是很复杂吗 要不然就是油价跟总统有直接关系 不然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用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甚至可以说油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然后跟总统的政策或许有一点关系 但是不是直接的关联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的走向影响油价远远超过 总统能影响油价 随便你怎么讲 但是你不能说 油价低的时候就100%是拜登英灵睿智的领导 然后油价爆表的时候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子就完全不符合逻辑了 油价涨跟总统的关系 跟油价跌跟总统的关系 应该话是一样的才对 但是他们不能这个样子说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共产主义的国家执政 领导人只能是完美的 连肚起眼都没有的完人 所以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这样子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